因為我聽說你有一個新的一種住宿體驗 是 像背包客棧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是什麼 背包客棧就像青年旅社一樣 就是有上下鋪的床位 然後大家是用共同的浴室 然後共同的那個觀光的空間 對然後去做 大家可以在裡面一起交流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想做這一種 背包客棧的形式 因為我看到很多就是年輕人 他們可能預算有限 對然後 他們出來玩的預算有限 所以可能 大家都會問說 有沒有做這樣的背包客的形式 所以我就想要做這樣的 形式的旅館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這樣在選旅館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白天都這麼辛苦了 晚上我一定要舒適 不只是床要夠大 或是整個質感 對 那你會不會擔心做這樣的 類似像像這種上下鋪 會客人接受的程度很高 不會耶 其實我們做到現在 客人接受的程度還蠻高的 因為我們床夠大 然後我們選的背品啊 什麼都還蠻OK的 對就是乾淨 然後我們的 浴室的整潔什麼的 我們都做得很好 對所以不用害怕說 床不舒適啊或什麼 當然是比大飯店當然是有差別啊 對可是以這樣的家為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做得還不錯 然後有個人的隱私有簾子啊 然後個人的寄屋櫃啊 對然後這方面都還做得不錯 大概開幾年 我們目前到現在是滿三年 滿三年 對對對 那什麼時候開始做這個 因為蓋這個東西 不是今天有念頭 明明就出來 是什麼樣的念頭 說讓你決定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三四年前還蠻 因為我剛開始是開街角民宿嘛 對然後三四年前就是 有很多有說國外的客人經過啊 對還是大陸那時候剛開始開放啊 然後他們可能那時候運算有限 然後進來就問我說有沒有上下屋的床位 對然後後來就想說 那就那就來做一間這樣子 比較不一樣的青年武術這樣 那已經三年了 那開到現在 你對於這種這種體驗形式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或是覺得未來可以再 往什麼樣的方向再比加強 因為我覺得現在 大家就是對於國外的自由行 對或是去日本啊 或是去哪裡 東南亞 然後大家都是用做聯航嘛 可能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然後大家也可以都是去國外自由行 然後現在台灣人也可以慢慢接受這種形態 對然後體驗就是住上下鋪 然後跟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啊 或是認識新的朋友 對然後我希望大家就是 把這些住宿的錢省下來 然後可以去吃啊或是玩 對然後可以更多的住宿的體驗這樣子 那做這種背包客在的客人大概都是怎麼樣的 條件或是背景 有稍微自己觀察過嗎 嗯都是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為主 然後客群大概在二十到三十歲左右 然後我有遇過大概五六十歲的 對 國人嗎還是光光客 韓國人 韓國人跟大陸人 然後他就說他們就是喜歡做這樣的背包客 那人在我們台灣別處有看過一樣台背包客在的民宿業者 你自己有沒有關係 有 那你覺得自己有沒有比他們做得好 我覺得我們家是屬於看起來比較溫暖 溫暖一點的 對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床是像冰紙的 不像有的背包客是會這樣上去 就是買一個便床啊什麼 然後上去會有聲音 那你睡在上面你不敢動 可能動的話外面就奇怪奇怪 然後可能 我有聽過有的人說別的背包客可能環境不是很好 廁所都沒打掃啊或是什麼的 對然後我們這邊都是維持的還蠻乾淨的 那個人財務呢 對 我們床的後面有一個置物櫃 然後我就會給你們就是鑰匙 鑰匙就有放置物櫃的鎖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財務鎖在裡面 對 我目前為止還沒有聽過客人有丟過東西 他現在那種旅行箱呢 像我們假設是光光怪 國外光光怪會帶個29吋的行李箱 嗯 這多分 那怎麼用 會根據鎖這麼大的行李箱 我們一樓有一個 就是大的紀錄櫃 然後裡面放29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放29吋 對 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也是一樣有附鎖 對 如果你真的抬不上 因為我們那個是在二樓嘛 你真的抬不上去 你就可以放在一樓 你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的大置物會放在一樓 對 然後通常大家都是重要的東西 才會鎖在那個櫃子裡面 對 然後有時候他可能會放在床旁邊 這樣子 對 那你覺得這 以國人未來 會不會慢慢開始覺得說 那我來要花蓮 不知道別的地方 我就可以去找這種背包客在那裡的方式 會啊 像很多學生嘛 他們可能預算有限 出來的預算有限 或是他打工的錢沒那麼多 對 然後他就商務好友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幾百塊就可以做到 很舒適又很方便的背包客 因為我們又是在那個側帳旁邊嘛 是 對對對 所以他們可以就是 少少預算就可以做到 還蠻像五星級的那種背包客這樣也不錯 那小孩就像那種有些散客 他是平時來 但是他也沒有去店房往店房 那來到我們這邊櫃檯 你會先推薦 像你這邊這一棟 傳統的一棟飯店民宿形式 還是會先比較推薦 背包客在形式可以登門來 詢問住宿客的 通常我會先推套房式的 對 然後如果他真的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我會跟他說 就是那你要不要體驗一下 我們背包客 然後客人也是有 就是看過之後 住過他很喜歡 然後就一直回來住的也有 那這有個問題蠻有趣 你覺得十組臨時登門來物理飯店的客人 大概有幾組會接受背包客在上下服 十組喔 通常用一到二吧 有一到二 對 所以你覺得未來這種上下服的背包客在形式的名書 未來會會越來越多人接受 會越來越多的選擇嗎 我覺得還是主要看客群耶 我覺得年輕人比較可以接受 30歲以上的所謂考慮 他們還是喜歡住套房式的房間 OK 好 謝謝 會